黄志峰星期日出席城市论坛时表示 他被泰国当局扣留时不需与外界联络 是剥夺持有特区护照人士的合法权益 要求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 以人大身份与中央交涉和跟进事件 叶国谦拒绝跟进 并指黄志峰对被扣查的原因心知肚明 又强调这只是泰国政府的问题 而非特区政府的事情 黄志峰反驳叶国谦只会讨好中共 并批评特区政府 也为了看中共的脸色回避事件 保障外游港人在被拘留期间的合法权益 香港政府是责无庞态 而保安局局长黎动国 是由10月5号下午3点回到香港 到现在都是没有任何回应 只是做缩头烏龟 然后好像将所有的责任 射到袁国强司长那里 我们感到极度失望 所以促请黎动国局长 是尽快回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的信件 是跟我们去进行一个会面 还有是公开回应事件 以及进化和中国外交部 甚至是泰国政府交涉 是去要求泰国政府 是去交代 为什么他们完全剥夺 我被拘留期间的合法权益 立法会议员杜景森讽刺叶国强身为人大代表 确实只不理会中国国民人权受到迫害 又批评大陆有关方面 限制黄之锋的活动 犹如将他软禁在香港 破坏一国两制 用他的外交的影响力 来到去令到所有国家都游如 好像他软禁在香港那样 为什么因为泰国政府已出到总理来到说 这个是中国政府 是叫他们不要让他进去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个事 即使香港很多人 未必支持黄之锋 未必支持他的举动 但是我觉得都是伤害了 香港的中国公民的感情 我觉得中央政府最高领导人去撤查这件事 看是否他们真是最高决策人的决定 还是有些干部自把自为 来到伤害一国两制 黄之锋要求立法会议员在立法会跟进事件 迫使特区政府向公众交代 以上是自由二组电台特约记者陈盘 发自香港的报道